今天我们来介绍image guidance 图像引导功能 这一部分包括了过去的图生图和所有的controlite功能 我们先来介绍图生图的功能 image to image 首先我们先来生成一只可爱的小猫 现在没有使用图生图的功能 OK 那么它就很随机的生成了一只白色的毛茸茸的小猫 接下来我们使用图生图的功能 OK 选中这只小猫 然后这里类型选择image to image OK 重新生成 那可以看到它现在这个构图就会这个圆图非常的相像 下面我们来看看它在提示词和参考图像之间是怎么样平衡的 比如说我们生成一只可爱的黑色的小狗 那么当它的权重是最低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黑色的小狗 它和这个参考图像完全不相关 那我们将这个权重调到最高 那它就和这个提示词完全不相关 它就是一个白颜色的小猫 那么我们将这个权重放在中间 比如说0.5 可以看到它将提示词和参考图像做了一个融合 这张图像既有这个参考图像的构图 颜色也是白色的 但是它这个面部是一个小狗的面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提示词和参考图像之间 是由这个权重来调节的 比如说我们将权重继续调低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构图就和参考图像很相似 但是这个小动物它还是小狗的模样 好 这一部分就是图像图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来看CtrlNet的功能 CtrlNet的功能它根据使用的不同的模型 还有图像增强的技术 它所支持的CtrlNet都不同 比如说SDXL1.5的大模型 不支持任何增强技术的话 那么它一共支持9种CtrlNet 外加图像图 如果大模型我们选择StableDiffusion 2.1的话 那么它一共支持6种CtrlNet 加上图像图 如果大模型是SDXL的话 那么它一共支持4种CtrlNet 或者是任何的大模型 比如说即使是1.5的大模型 那么只要它使用了Alchemy 或者是Photoreal这样的图像增强技术的话 那么它就只支持4种CtrlNet 最后我会给大家一个汇总的表格 以便大家参考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9种CtrlNet 第一个是DepthToImage 从深度图生成图像 我们上传一张图像 这看上去是一只狼 或者是什么狗的图像 我们使用另外的软件 取到它的深度图 然后它看上去就是这样 越浅颜色表示它的Depth 也就是它的深度就越浅 颜色越深就表示它的Depth 也就是深度越深 那么这一部分黑颜色的就是代表它是很远的背景 而这一部分比较浅颜色的就是代表它这个鼻子 就是离摄像头最近的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样一个图像 我们来生成一幅图 它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先生成一只狗吧 一只白色的狗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构图 就和这个参考的深度图是非常相似 我们还可以生成一只红色的狐狸 同样的它整个的构图 它的耳朵 还有它面部这个鼻子 还有它的背景的深度 都和这个参考的深度图是非常相似的 在Leonado的官网中有篇文章 介绍Image Guidance图像引导的这一部分功能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它举的例子 这个是原始图像 那么根据这个深度图 它可以生成不同风格的建筑 这里是它的说明 图像深度CtrlNet 使用先进的算法来分析上传图像中的每个像素 估计其与观看者的距离 也就是深度 然后系统创建一个深度图 作为所有后续修改的指南 这样的话你可以强调前景中的特定图像 巧妙地将元素融入背景 或创建逼真的三维空间感 接下来我们讲Edge to Image 轮廓生成图像 Line Art 艺术线条生成图像 Sketch to Image 草图生成图像 这三个功能比较相近 各有不同的侧重 第一个是Edge to Image 这个Edge Image就是将输入的图像 通过算法来生成它的轮廓 比如说这个金字塔 那么它的轮廓图像就是这一幅图像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轮廓线非常清晰 接下来它将这个轮廓图像作为输入 来生成新的图像 比如说我们说 Pyramid 或者是A Pyramid Insider Storm 可以看到它生成的图像的形状 很精确地浮现了参考图像中的轮廓 我们可以通过提示词来改变它的材质 我们还可以试一些其他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亮纳豆官网的图像 它根据算法检测出的边缘图像 就是这个 我们来生成 和这个轮廓图像的构图就非常的相似 这个是Edge to Image 接下来我们来看LionArt LionArt就是它使用算法来检测图像中的线条 然后根据这个线条来生成新的图像 我们看LionArt官网的这个例子 它输入的参考图像 就是这个黑白线条的图像 根据这个图像来生成不同风格的图像 我们来试一个例子 这就是生成的效果 它这个就有点像涂色书 它会检测出这些线条来 然后根据这个线条的构图来填充颜色 并生成真实的图像 我们将它的权重调低 那么它的提示词的这些风格 就会开始体现出来 那么这个LionArt和这个轮廓到图像的差别是什么呢 Edge to Image 就是这个边缘 它是比如说你输入一幅摄影风格的 真实照片的这个风格的图像 它多了一个检测的步骤 它可以将你的边缘检测出来 而这个LionArt呢 它效果最好是 你直接就上传这个线条的图像 那么它就参考这个图像进行生成 那接下来 再下一个Sketch to Image 这个功能也比较相似 它是从草图生成图像 它这个草图会更解略一点 我们来看官网的这个例子 草图到图像 它这个草图就非常的草了 就是一个非常解略的图像 它生成一个很高质量的摄影风格的图像 然后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比如说OK 然后它根据这个草图来生成图像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效果非常的不错 你可以指定不同的风格 例如皮克斯风格 所以基本上这个Edge to Image LionArt和这个Sketch to Image 这三个功能是比较相似的 在新的模型里面 它就只支持Edge to Image 像这个LionArt和Sketch to Image就不支持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Edge to Image来替代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Normal Map 这个翻译成中文是法线贴图 它就是使用法线贴图来生成图像 我们来看官网的这个例子 法线贴图 它更擅长于检测图像中物体的表面的纹理和光线 从2D来生成3D的数据 然后你可以根据提示词 给这个3D的物体生成不同的纹理 我们来试一个例子 我们上传的这个参考图像 它就会检测出这三个物体的三维数据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参考图像 它显现的就非常的精确 这就是由石头制成的3D的物体 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来试试这个金字塔 OK 这个就是根据法线贴图来生成的图像 或者我们可以试试其他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pattern to image pattern就是从图案来生成图像 我们先来看一下官网的例子 这个就是一个黑白图像的图案 它根据你的提示词来生成不同的图像 那这里有一个提示 为了获得最佳的效果 请从高对比度图案开始 最好是黑白的 我试用了一些例子 不是黑白的图像 它的效果也很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它这个图案就是一个螺旋的图案 那可以看到它生成的图像 就和参考图像非常的接近 接下来这个是pose to image OK这个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了 检测出图像中人物的姿势 来生成新的图像 生成的这个图像的风格和原图像相差很远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姿势是一样的 好这个就是pose to image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krcode to image 这个就是使用krcode来生成图案化的二维码 然后这里我们输入提示词 比如说一个雪山 这个技术刚出来的时候火了一阵 但是现在这个新线就是过去了 好像这个用处不是很大 这个我们就不多举例子了 好最后一个text image input 就是将文字转化为视觉艺术 它这个有点像使用边缘检测技术 将这个文字的轮廓线检测出来 然后根据你的提示词生成不同的纹理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文字的图像 下面我们使用text image input 那它生成的就是一个延时的浮雕 下面我们来生成木头的纹理 那这个效果非常不错 这个就是text image input 总结一下 这里我们一共介绍了九个control net 加上image to image 图生图的这个功能 它每一个模型还有图像增强的这个技术使用的不同 它支持的这些control net也不同 当打开prompt magic这个功能的时候 所有的image guidance的功能都是不支持的 这里是我汇总的一个图表 Stable Diffusion 1.5的大模型 它是支持所有的这些功能的 Stable Diffusion 2.1的它只支持六个control net 外加上图生图 Stable XL只支持四个control net 外加图生图 另外Stable Diffusion 1.5 加上Alchemy或者是Photoreal Stable Diffusion 2.1加上Alchemy或者是Photoreal 也只支持四个control net 外加上图生图 好 这就是今天的image guidance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次视频再见 我们下一次视频再见